823紀念日這一天 柯文哲來到大直中列祠 緬懷先烈 這次沒有到進門與郭侯同框 選擇留在台北 難道需要刻意避開郭董嗎 這是一個紀念活動 不需要搞成 好像選舉的造勢活動 所以我個人是不太認真去繳獲 要淡化政治色彩 面對郭台銘的咖啡邀約 柯文哲態度相當大方 但正式宣布不會郭柯配之後 最新民調出爐了 在斯卡都戰局下 賴清德百分之四十點五六 佔局第一 柯文哲百分之二三點一三 侯友宜百分之二十二點一六 位列二三名 但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百分之八點九六 支持度甚不到一成 另一邊如果排除掉郭台銘 撒喀都情況下七八月民調對比 賴清德八月突破四成支持 柯文哲則是下滑到百分之二十五點八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則是微幅上漲百分之一點五 柯文哲連續兩個月民調下滑 這個月更是跌了百分之二點五四 看民調不準 看那個媒體上 把那個綠媒打誰打最凶 這個比較準 淡定看待民調數字 選舉步調操之在擠 一場八二三紀念日活動 不同於對手陣營 柯文哲選擇走出自己的路 發出亂象專輯的台報道 哈囉 我是莊惠琪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